他是香港电影里最邪性的一个人 这是蛊惑仔中大反派乌鸦 为了不让兄弟们吃饱饭 故意掀翻桌子的场景 而这一先成就了香港电影的经典一幕 让张耀阳一战成名的同时 也让他成了很多人的童年噩梦 演完这个角色后 张耀阳走在香港歇头会被人辱骂 家里也会无故被丢石头 虽然吃到了角色带来的红利 但他一生却没能摆脱反派的形象 2014年 张耀阳因为在公寓吸食伪劲品 而被警方抓获 从红吉一时到锒铛入狱 张耀阳到底经历了什么 今天我们来揭秘乌鸦张耀阳的幕后往事 1963年7月 张耀阳出生于香港一个贫寒家庭 家中有六个兄弟姐妹 父母为维持生计拼死工作 但日子依旧艰难 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本就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1972年 马上就要10岁的张耀阳 在一次搭车外出时不幸遭遇车祸 经过几个小时的紧急手术 才保住了性命 可当他睁开眼睛看到哭涕的母心时 却怎么也想不起以前的事情 童年的记忆消失大半 他开始记不住东西 成绩一塌糊涂 靠学习改变命运已经很渺茫 张耀阳想要早点进入社会自力更生 在中学毕业之后 张耀阳就迫不及待参加工作 他先后做过水泥工 搬运工 基本上有活就干 靠着一股拼劲 一度混到了一家贸易公司的总机先生 而在这家贸易公司 张耀阳一干就是两年 他的身高也窜到了一米八一 1982年 一身腱子肉身材健硕的他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做起了广告模特 这一世 也让他成了多家健身饮料 和运动时装领域专用男模 不用开口说话 却赚钱不少 如果这样下去 那他的生活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但上天给予张耀阳的惊喜 并没有就此结束 1986年 走投无路的张耀阳 拿着简历在剧组到处奔波 试图寻求一个当演员的机会 而此时导演林鼎东 在为电影《龙虎风云寻找新人》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一个棱角分明 眼神犀利的年轻人 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时23岁的张耀阳 并没有意识到 他的人生将迎来大变 在表演完几个动作后 林领东便让他回家等通知 虽然林领东 没有对张耀阳多说什么 但他却在暗自窃喜 很快张耀阳就收到了 林领东的邀请 决定让他出演 《龙虎风云》中凶狠的乔警官 虽然戏份不多 且没有表演经验 但他的演技 托为出色 骨子里带有的狠劲 不仅让他完美驾驭了 恶人形象 也让他成了 林领东的御用反派 但张耀阳万万没想到 这部戏 却给他的演员生涯 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龙虎风云》的成功 让林领东信心大增 于是 接着开拍《风云》第二部 《监狱风云》 张耀阳也凭借着 《监狱风云》中的 《杀手熊》这一角色 被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 由于将角色演绎得太过逼真 以至于有人觉得 张耀阳就是本色出演 在《监狱风云》首映里结束后 一位大妈指着张耀阳说道 你看 这个人的眼神这么凶 肯定不是好人 张耀阳既开心又难过 两部《风云》都大获成功 林领东趁热打铁 又推出风云第三部 《学校风云》 凭借这三个反派角色 让张耀阳坐稳了 反派的第一把交易 事业也渐入佳境 迎来巅峰 这是张耀阳的巅峰之作 也是他最后悔的一部电影 1996年 张耀阳出演了 刘伟强指导的 《蛊惑仔3》 《只手遮天》中的乌鸦一角 让本就火爆的《蛊惑仔》系列 瞬间席卷亚洲 在捧红郑一剑 陈小春等电影明星的同时 也让张耀阳的事业达到巅峰 然而《蛊惑仔》有多火 张耀阳就有多可恨 他将乌鸦的贪婪 狡诈 凶狠 残暴演绎的淋漓尽致 不仅调戏大哥的女人 还经常掀桌子 甚至弄砸关公项 谁都不放在眼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让他后悔了一辈子 在那个时代的香港 大家都信奉关公 所以在开拍前 张耀阳对导演安排的 这个镜头非常抵触 甚至说出了不修改剧本 自己就退出拍摄的要求 就这样 双方在僵持一段时间后 导演组许诺 有丰厚片酬和红包 张耀阳才勉强同意拍摄 在剧组杀青后 刘伟强带着全剧组人员 摆了一桌谢罪宴 集体下跪 向关公请罪 张耀阳更是花十万 替关公重述今生 表达自己的悔过之心 但他内心却始终不安 之后 虽然偶尔饰演 穷凶极恶的大反派 但都没有了往日的凶狠 直到2008年 已经中年的张耀阳 身体突然出现问题 在拍戏同中 因为动作失误 患上了严重的腰椎疾病 治疗过程非常痛苦 这让张耀阳认为 是当初摔关公导致的结果 甚至最痛苦时 有过轻声的念头 于是他告别演艺圈 在大众的视野中 渐渐淡去 可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竟不是在电影里 而是在警方的通报里 2014年7月2日 51岁的张耀阳 因在公寓吸食伪禁品 被北京市公安局 禁毒总队抓获 经过检测 他的尿减呈阳性 张耀阳也对XXX事实 供认不讳 没想到 演了一辈子坏人的他 在XXX面前 依然没有能够抵住诱惑 也许是他的坏人形象 太深入人心 所有他入狱的消息 并没有令人感到意外 据传 张耀阳是因为拍戏 很少用替身 导致身上的旧伤 每次复发疼痛难忍 可没想到 张耀阳用这违法举动 将自己变成了劣迹艺人 毒死了自己的付出之路 也许深刻意识到了 自己所犯的错误 张耀阳开始了自我救赎 他积极做公益 为那些贫困地区的人们 送去物资 和荧幕中的形象不同 张耀阳在现实生活里 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得知把自己带入娱乐圈的导演 林领东去世时 他情绪激动 哭到一度不能出声 还表示自己对不起林领东 是林领东发觉并捧红了他 而他却自己亲手 葬送了自己的演绎之路 纵观张耀阳的一生 也是充满坎坷 幼年因车祸失忆 林领事业不得不暂停 庆幸晚年下海经商 幡然悔悟 将赚来的钱投身公益 其实人在低谷时 更应该保持清醒 有些做人的底线 千万不能触碰 否则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毁时晚矣